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感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生活恩苦我们要填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治疗 大家好我是陈一 前段时间朋友跟我抱怨 和姑娘相处一段时间了 每次主动邀约 对方都不会拒绝 但每次只要朋友提到 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 姑娘就说自己慢热 再了解了解看看 一个人究竟想不想和你有未来呢 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 你会找到答案 今天的第一位是叫 唐唐的听众说 我跟男友异地恋两年 感觉他从来不规划未来 有时答应的一些小事也做不到 但有时也觉得他挺好的 下半年打算去他的城市工作 出来乍到 毕竟是不熟悉的城市 他对我居然没有任何关心 没去之前说 就算在忙 一日三餐都会给我做饭 来之后就说自己忙 让我自己随便吃点 每次跟他沟通吵架 他就沉默 他越沉默 我就越生气 我都搞不懂 他到底爱不爱我 就算情商在地 爱到深处 他自然是知道关心我的 而不是什么沉默不语 希望能给我点意见 到底该不该谈下去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 爱的表现有哪些呢 其实通过你的讲述 我相信你心中也有答案 不管是什么性格的人 面对自己爱的人 总会下意识想要去关心 去照顾 这才是一个正常反应 而不是像你和你男朋友 之间这样 他不愿意为你规划未来 或者说 他并不愿意把你规划到 他自己的未来当中 而且答应的事情也做不到 你是跑到他的城市去工作 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而且你肩上的担子也很重 他无法意识到 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 反而更关注他自己的感受 哪怕你们两个人到了 吵架这个地步 他都不愿意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 甚至要用沉默这种冷暴力 企图逃避 我觉得这并不是爱的表现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舍不得让他受这种委屈的 在你认为他不爱你之后 你所做的一切 对他来说其实都无所谓 你要放弃自己的亲朋好友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 只是为了这样一个男人的话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你来到这样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不但面包很难 连爱情也得不到 反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如果希望在他身上看到希望 不如自己努力去追求新的希望 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太阳吧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位叫美牙的听众留言说 我今年30岁 有个结婚三年的丈夫 自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就没上过班 尤其今年天天闲在家 不上班也不找工作 家里房贷开销 以及之前装修的借款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问他为什么不上班 他说不喜欢 还说自己就是这样没出息的人 在家天天睡到中午起床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 不管我怎么说都无动于衷 像一滩烂泥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就这样养他一辈子 如果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是不是该跟他离婚呢 我先问你 你们以后还要养孩子吗 如果你们还要养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这个家庭中 到底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建立家庭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都有义务为这个家庭做出贡献 而你的丈夫躺在家里面不上班 每天只顾吃喝玩乐 享受人生 然后把担子都堆在你身上 你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考虑是不是要养他一辈子 为什么呢 你没有义务做这样的事情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还不如一个人自在的话 那你们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也不需要心软的 就直接告诉他 这样的日子你过不下去 你没有义务要负起 这个家庭所有的担子 如果他不愿意出去工作 不愿意为这个家里面 付出什么的话 那你也没有必要强撑着 你可以直接在沟通的时候告诉他 如果他继续这样懒散下去 你将会选择离婚 并不是以此来威胁他 而是很客观的去陈述一个事实 可能你自己生活的话会丰富多彩 想干什么 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都有自己决定 而你跟他在一起 相当于养了一个巨婴 这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希望你也能考虑清楚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如果像现在这样被一滩烂泥揪着 你自己最后也会掉进泥滩里去的 今天的最后一位是来自叫大大卷的听众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 我喜欢的男孩子说他考研过后 就要被家里安排相亲了 我很难过 因为我们是异地 他说他也挺喜欢我的 但是没办法 在相亲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我的 但是相亲过后 他可能会离开 我大概在他身上花费了太多精力 所以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改变 而我也明知我们两个人无法在一起 我就想到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在意亲密关系呢 不管是好朋友还是恋人 我都会特别在意 每次遇到感情问题 我一难过心里就翻江倒海的 虽然我也已经决定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但是我真的怕以后自己还会这样 我该怎么调整心态 听完你说的这个我有个疑问 你们两个人现在还不算建立了亲密关系 只是好朋友处于暧昧阶段 但对方考完研之后 要被家里面安排去相亲了 那也就是说你们俩其实没什么关系 只是你很喜欢他 他对你也有感觉 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你的意愿在运转的 可能有一些你做成了的事情 你会觉得你是世界的中心 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明白 你很难事事如意 就像你们现在这个事情 面对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你们异地没有办法走在一起 而且两个人是没有结果的 那你要为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 不断投入心血和成本 只会加剧你抽身之后的痛苦和难过 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当你陷在一段感情中 你不会去计较这些 反而当你清醒的时候 你才能明白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们两个能够解决异地的问题 不管是你去找他 还是他来找你 有一方愿意为另一方牺牲的话 那或许你们的关系会有所转机 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奔赴到对方那里 当他相亲过后有了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到时候就不是你想不想放开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从现在开始 就做一些心理建设 去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接受两个人没有结果这件事情 像你说的 你想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是非常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你可以列一些比较具体的计划 比如看多少本书 做一些什么样的课题 或者是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 总之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要一直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中 本期的问诊就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愈可谓的月 生活恩苦 我们要听 我是承一 承一的心灵诊疗师 没完一颗糖 把你入眠 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葱本宁 以至于共同的梦 也忘了去打卡地图上表记的敬畏 人生可能就已为美 再不完美 没人能全身而对 对不对 想看的电影烂尾 想听的故事破碎 想和你走的一切 在你走后 本土而非 你消失月亮 忽然藏进云层 我伸手却只 抓住一缕晚风 我错过了 千万长路灯 最多在你离开的 那个青春 我就是大千 试着拥有路上 你照亮我好 绝回手转身 可惜愿 万该换给夜深 独留我 任何世人提起我们 那么遗憾 曾经的誓言 随着你 愿飞 爱过就不算错过 对不对 太多的物是愿飞 太多的嫉妒伤悲 忽视的隐情愿 确认谁都要 经历一回 你消失月亮 忽然藏进云层 我伸手却只 抓住一缕晚风 我错过了 千万长路灯 最多在你离开的 那个青春 我就是大千 世界拥有路上 你照亮我好 绝回手转身 可惜愿 光该换给夜深 独留我 任何世人提起我们 你消失月亮 忽然藏进云层 我伸手却只 抓住一缕晚风 我错过了 千万长路灯 最多在你离开的 那个青春 我就是大千 世界拥有路上 你照亮我 也照亮云云众生 可惜愿 光该换给夜深 你留我 和何世人提起我们 想看的电影烂尾 想听的故事破碎 想和你走的一切 在你走后 本土而非 你消失月亮 忽然藏进云层 我伸手却只 抓住一缕晚风 我错过了 千万长路灯 最多在你离开的 那个青春 我就是大千 世界拥有路上 你照亮我后 却又回首转身 可惜愿 光该换给夜深 独留我 任何世人提起我们 我们 那么遗憾 曾经的誓言 随着你 远非 爱过就 不算错过 对不对 太多的无事 人非 太多的嫉妒伤悲 忽视的隐情 愿确认谁 都要 尽力一回 你像是月亮 不然藏进云层 我伸手却只 抓住一缕晚风 我错过了 千万长路灯 最多在你离开的 那个青春 我就是大千 世界拥有路人 你照亮我后 却又回首转身 可惜月光该换给夜深 都留我 任何世人提起我们 你像是月亮 故人藏进云层 我伸手却只 抓住一缕晚风 我错过了 千万长路灯 最多在你离开的 那个清晨 我就是大千 世界拥有路人 你照亮我也 照亮云云钟声 可惜月光该换给夜深 你照亮我 可惜月光该换给夜深 我们 нес展望 AMY 正 APPLAUSE 名片